上周六晚,在维加斯T-Mobile体育馆举行本年度美国小姐大赛,来自全美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51名加利和首次由社交网络评选的第52名小姐参加了当晚的角逐。 出自军中世家的哥伦比亚小姐Barber,不仅咽压群芳,而且在问答环节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,最后勇夺后冠,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夺冠的女军官。 Barber将代表美国参加2016年环球小姐选美。 在大赛中,当被问到女性参加作战任务时,Barber称,在美国陆军中,女性与男性一样顽强。 Barber还说,作为我分队的指挥官,我雷厉风行,克尽职守。 Barber同时表示,在美国,性别不会带来限制。Barber的回答征服了全场观众。 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,请浏览新闻网lvcnn.com 谢谢